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 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 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 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 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各位听众大家好 这里是央广的这样看中国 我是傅查 我是张震 对今天我们继续把山西最后一集讲完 最后一集山西 对最后一集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这个人物我后来想过 真的就是整个 就是每个省我们找到一个重要人物的话 就是这个人物呢 在山西当中好像只有他了 如果当代应该是只有他吧 古代你也很难找到其他人啊 对不对 当然应该有 对对对 我卖个关子 这人是谁啊 这人就是阎西山 对所以你看你能想到山西人之外的山西人吗 那么有名的 你一直问台湾人的话 台湾人就只知道郭台铭 台湾人只知道阎西山是吧 郭台铭 郭台铭 郭台铭是台湾人还是山西人的 问他 OK好 那我们讲这个阎西山 我是把他当成是山西或晋 这个地方的地方主义的最后一代代言人 典型的 典型的山西人 典型的地方主义的代言人 我是这样定义阎西山的 那阎西山其实你要看他的出身 你就觉得很有趣 就是他本来就应该成为一个 我们上一集所讲的晋商 就是他本来是应该成为晋商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爸爸 他的家族就是山西典型的 就是晋商的 就是晋商的 对 你看他家族是干嘛的 他其实我查资料 他的爸爸是在五台山 附近的五台县 他们家里城里开个什么 开一个叫做钱铺 他们家是搞金融的 对叫吉庆长钱铺 他名字很吉利 吉庆长钱铺 放债收席 就是比应该还不到银行那个程度 可是也不是当铺 反正就是 对 就是让钱在那流动 就是在现代 以西方主导的这种银行的金融业 出来之前 我们不是讲过 山西实际上是在金融创新当中 非常厉害的一个地区吗 对 那他们家就参与整个这个山西的银行创新 体系的一个小小的分支 可以这么讲 在五台 其实在山西并不算大地方 五台县 对 但是从宗教而言很重要 可是如果从商业来说 其实五台远远比不上 讲太原 然后还有什么旗县 像平咬 都没谈过这个地方 但是他们家也是在整个脉络的一部分 那他从小当然也读书 读三字经 就是基本上就是晋商的必备教育 他都有受过教育 然后他14岁以后 他就跟他爸爸一起开始当 14岁就不上学了 就辍学了 那个辍学的概念 其实不是我们现在的上学的概念 因为在那个年代 他是1878年出生 也没有什么义务教育 对 那时候没有义务教育 就是他就不用学了 因为他基本的认识已经十字的够了 基本的观念够了 他就开始是经商了 经商以后就跟他爸爸 在那个钱铺里面去学商 放债收洗 然后干嘛干嘛干嘛的 但是在他22岁那一年 他们家族整个经商失败 选意失败 对 那个失败的原因 我并不是很清楚 然后总而言之 可能跟大环境都有关系 因为那是1900年 我想起来了 那个义和豚运动 1900年是义和豚运动 然后整个山西 山东 河北都被卷进来 慈禧的逃在路线 就是经过山西 逃到陕西 那总而言之 他们家就在这个1900年 整个投资失败 最后就欠债很多 所以爸爸跟他 两个人就被迫 跑到太原去躲债 还好没有跑很远 所以那个债可能没有很大 我们今天一跑 就跑到什么 东南亚 跑到中国 然后美洲 南美洲去 他还是山西舞台 跑到太原而已 对 其实还算好 可见也不是很大的债 那么他躲债以后 他在太原 他是先当店员 给人家当店员做服务 就是你钱没了 你就自己做事 对不对 但是他们家应该还是有钱的 因为我们看到他后来的故事 是什么呢 就是他后来就说 当年这个清末新政 整个慈禧不是1900年逃难吗 逃难之后 他发现说 原来这个洋人 对中国并没有 对清帝国并没有很不好 他们竟然就是把北京攻下以后了 并没有把清政府推翻 所以慈禧就改变政治立场 说那看来我判断错了 所以慈禧开始推动新政 我们通常现在把新政当成光绪的功劳 其实是慈禧 可是当时说实话 你整个的主导人全是慈禧 所以我们讲百日为新 就是说光绪要百日为新 结果被慈禧的顽固派给推翻了 被软件起来了 这是我们的历史书写 可是实际上百日之后 新政继续进行 五大臣出洋考察 然后各省设议会 然后中央设议会 准备君主立宪 那时候光绪已经下台了 已经百日为先结束了 那为什么还在进行呢 所以功劳不能算是光绪的 而是慈禧的 所以慈禧把光绪弄下来 可能觉得他执行的不好 其实不是 实际上是怎么讲 就是说是光绪是属于年轻 二十几岁年轻的激进派 以为改革充满热情就可以了 可是改革是各种利益的平衡的 你这个船你不能翻船 对不对 你可以往前走 你往左往右 你要平衡 那慈禧代表的是说 我在保守派跟激进派之间做平衡 所以慈禧并没有推翻改革 推翻新政 反而是支持新政 但是他必须以光绪为代价 把他关起来 就随便平正 就是大致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这个新政呢 就导致一个新的机会 就是说竟然 这个开始派出大量的人 去到国外留学 这时候阎西山的家里 竟然派他去山西留学 他考取了 就是说是清政府那时候的 一个出国留学的名额 到日本去留学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蛮独特的 可见家里一定是有点钱的了 对不对 还可以出洋留学 对对对 所以你看他是1903年 官费保送 对官费保送到日本留学 然后到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蒋介石也是这些学校的 然后在日本呢 因为这个时髦青年嘛 才二十五六岁 就加入同盟会 我们要记住一点啊 加入同盟会并不意味着说 他就是跟国民党是穿一套裤子的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国民党 同盟会不等于国民党 是后来国民党把同盟会 说是我的前身 对 这是延续深爱他的故事 那后来他回来以后呢 他就在这个山西的武备学堂工作 因为他学军事嘛 后来呢就是又被清政府纳入他的整个体系里边去了 就是我就往上走 之后成为新军 就是清政府这个改革的所谓的新军 已经不是八旗军 也不是满洲军了 而是新军 成为新军的山西当地的一个中上级的一个 刘洋回来的官员 一个官员 军官 对 所以他就有机会参加辛亥革命 那么辛亥革命起来之后呢 他是站在推翻清政府的立场上 所以他那时候他就冲进了这个当时山西太原的 最后一个就是巡抚 叫做陆中齐 他是齐人 汉军齐人 他们家最长的 好像是我记得是南方人 是热江南篮里人 对 他们冲到这个巡抚的这个总部之后呢 陆中齐的父子 妻子 家人全部在那边 都没有逃走 他们就是打算跟对方协商说 你们不要来硬的 我们是我们可以谈判的 但是呢 最后结果就是陆中齐父子 被延期山的这个齐义军给打死了 打死之后呢 而且他好像唯一有个女儿跑出来了 后来还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这个创办人 就是都国外学物理学 但只要研制这个陆家 就是代言一个就是满洲人 最后的那种忠勇传统 就是他们就是 我就是牺牲了 因为我的立场跟你不一样吗 我也没有办法反抗 我就牺牲了 这点就是我觉得是内亚传统的一部分 就是面对这个灾难的时候 他不是第一次想逃跑 而是面对 那不行我就牺牲 所以我们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到 后来延期山在国共内战时期 他创造的太原五百万人 对 这个你不是有去看过他的那个木吗 有有有有看过 有没有被感动到 没有 这个你可以待会下节目你可以去看看 就是我们附近 不太懂了 我就不太懂 而且那个这边的地形我觉得有点被破坏 OK 高速公路啊什么 都在那个都架在那个墓前面 OK 好那没关系 我们说要讲是说 因为他把这个陆中旗的山西 最为在齐人的巡抚给击毙了 从此山西变成这个星级革命的这个支持者 这段经历呢 我觉得刺激到他 因为他后来他击毙陆中旗之后呢 他给他后葬 全部后葬 他说我们立场虽然不同 可是他们的钟永孝的精神和人格值得我敬佩 因为立场不同 但是人格共同 所以我对他的进行后葬 都后葬 对 这一段还蛮感人的 蛮感人的 对 蛮感人的 我就讲这就是阎西山作为山西人 这么一个传统 这个从晋商 没有有机会从晋商 然后透过新政而进入的这个山西的政治领域当中的故事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之后 我们再去分享这个阎西山后面的故事 从两岸国际历史文化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 每周一到周五晚间9点30分到10点 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 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 有任何收听想法或意见 欢迎接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 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 节目有两个信箱 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news.gmail.com 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与支持 仅持续锁定每周一到周五晚间9点30分到10点播出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 好 我们回来继续讲这个阎西山 阎西山我们刚才讲过是说 他这个没有机会成为晋商 而成为这个山西政坛的议员代表 那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是什么呢 我自己的分析是这样的 就是辛亥革命在武汉发起 对不对 然后山西跟河北全国都遥相呼应 那这时候呢 当时就是山西的所谓的这个呼应呢 其实就是阎西山所主导的 因为他是同盟会成员嘛 对不对 他的认同是要推翻那个清朝 做改革路线的 所以当时清政府就派了一个兵 从河北 从北京河北到山西 打算来制服牵制他 那这个兵是谁呢 这兵就叫做吴露珍 这个名字大家可以不记吴露珍 就是代表河北的 结果吴露珍 结果他呢竟然反叛清朝 他发动一个叫做鸾州兵舰 鸾州兵舰呢 其实比辛亥革命 更能够影响到清政府的决策 因为离北京更近了 对他更近就在河北旁边 而且当时阎西山要跟他决定 成立一个燕进联军 就是燕就是河北 近就是山西 山西河北联合起来干嘛呢 把那个京汉铁路给截断 京汉铁路就是汉就是汉口武昌啊 北京到汉口的铁路嘛 如果截断以后呢 他们联合北上呢 直到北京 这时候他们认为是 一定可以返清政府的 但是这个计划后来是因为 这个吴路珍啊 突然被刺 吴路珍是在张家口 他们俩打算跟严西山见面的时候 突然被刺死了 所以到底是被清政府刺死了 还是被 我们不知道了 历史有很多意外 就是突然就发生了 我们非常意外 那就因此这个计划就没有成功 可是我们 我在想这个问题 就是吴路山如果没有被刺 那个严西山跟吴路珍两个人 如果结合成功了 直接进北京 他们一定更快的比武昌旗的人进北京 他进北京了 那时候我觉得他们主导的 这个所谓的后清廷时代 会怎么样 可能会比较中间一点 对不对 对 我这样也这样 因为你想看 后来其实包括这个孙中山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这个辛亥革命 后来必须跟袁世凯达成南北和谈 因为其实也没有实力 对 他没有实力 必须南北和谈 可是严西山跟吴路珍算有实力的 而且他们也是北方那个脉络的一部分 所以他们如果他们进北京的话 他搞不好真的可能会统一君主力限制的 看后面的发展 好像其实他是比较倾向君主力限制 对 因为他支持袁世凯弗弊 对不对 这个真的是大问题 大问题 就是中国这么大一个地方 对 到底该帝制还是该共和 该共和 不过现在当然回不去了 回不去了 对 但我们就是 我常常喜欢玩日式假设 就是说当初这个燕镜联军 如果成功的话 他就没有武昌那边什么事情了 就是那个什么黄星这批人 我觉得就是你就在那边站着 看 看北边那边谁打 对 当然可能也被纳入新的体系里 但是你不是主导者了 对不对 那么这个情况下 我觉得北方这批人 如何玩一个后清政治 我觉得是非常值得观察的 对 如果刚才我们谈的时候 他可能会走君主力限 而且这个君主力限是虚君政治 这是很可能发生的 那我们要谈的就是 严锡山呢 就是他后来无论如何 他最后来代表这个同盟会 然后这个新爱革命成功 南北和谈 然后整个中国就进入一个 1912年的一个民国共和时代 那这个时候严锡山 你就会发现 他从那个时候开始 1912年到1930年 整个跟蒋介石合作之前 他其实他的立场是非常变化的 就是我们如果梳理的话 你会发现他一会反冯玉祥 因为冯玉祥在西北跟他对了干 一会儿他跟张作霖有合作 一会儿北伐成功以后 他又支持北伐的那个人 然后跟蒋介石有时候 发生中原大战 因为中原大战是反蒋介石的 对 可是后来又跟蒋介石合作 就是很乱 他一会儿加入到 是国民党的什么中央委员会的委员 一会儿退出 最后我觉得我们就不去展开讲 可是很乱 为什么会很乱 不会我觉得那是我们从外面看很乱 你回头看 他也许就真的从头到尾 就是想改 但是不是那么激进 然后很山西 所以他好像都是在山西 然后往西北打一下 往东南打一下 对 他其实山西 我们现在看山西那个地形 他往北扩张是很合理的 因为本来就是内亚 垂到中国的一个土地 一个高原 所以他你会看到 他往北方一直打到这个随越 打到这个今天的所谓的 呼和浩特那边 就控制那边 那边当时是冯玉祥的 某些西北军的力量 他当时也防止国民党的 这个所谓的党部 在山西里面的力量渗透 然后他跟张作霖有合作 因为张作霖的力量 已经从东北到北京去了 对不对 在总而言之 就是各种力量当中的变化当中 他确实是站在一个 你刚才讲 以山西为主的一个立场 然后是一个比较保守的立场 就是他不是那种很激进的 一种很革命色彩 或者是带着什么激进的意识形态 去做事 他确实不是 或者他对整个中国 也没有特别的兴趣 对 对 这个你说的非常好 就是我在山西好好的 我的山西国就好了 没错 他就说你中国跟我何干 对不对 你们张作霖到入主北京 好像要当中国共主 你蒋介石 孙中山要打到北京来 你也当中国共主 对不对 你共产主义派冯玉祥搞个 你好像你苏联你要进来 可是我延西山是谁 我延西山不是中国 我延西山只能代表山西 我觉得这是他非常清晰的一个立场 蛮节制的 对蛮节制的 所以你会看到那些表面看起来 他一会儿跟这个一会儿那个 其实他很统一 这是我的想法 所以他有个比喻 他说他是在三颗鸡蛋上跳舞 他自己的原话 他是说那时候各种势力 进进出出 他说他在三颗鸡蛋上跳舞 你想想看 就是他在 国民党是一个鸡蛋 然后共产党是一个鸡蛋 然后日本人也是一个鸡蛋 为什么呢 你看1937年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这个 卢沟桥 卢沟桥事变 日本从东北进来了 就从北京进来了 对不对 然后当时共产党是不是跑到了陕西 陕北 陕北过了黄河 就是他呀 就是在山西呀 对不对 然后国民党已经在南部 已经站了脚跟嘛 他当时定都是南京嘛 对不对 所以你看这几个势力 包夹他 对 然后而且那时候 他山西是禁止这个国民党进去的 他禁止国民党军队进去 然后可是共产党来了 他就 他军力不够 因为他其实他这个人并不是要 以军力为主的 所以他就不得已就请蒋介石帮忙 蒋介石就把军队派到山西去呢 然后就不走了 赖人不走了 对 反正很多这种故事 所以他其实是在各方势力之间进行平衡 而且我看到他有一个什么 三不二要主义 这个你来讲讲看 来来来讲讲看 哪三不 三不二要 所以三不这个东西真的流行很久 三不政策 对 不入党 不入党第一步 这应该是不入国民党 对 不问外省事 就是山西之外我不管 第三 不为个人权利用兵 这个很厉害 所以他就是 他是为了山西而用兵 至少slogan是这样写的 二要呢 要服从中央命令 这个中央是谁 这应该是蒋介石吧 对 所以还是这个slogan里 要效忠中央 要保卫地方治安 这可能是最要的 最核心的方 所以他被称为保境安民 我想请教一下 他后来到底入党没 入国民党没 他其实有中间有入 又好像有退 因为他完全是根据形式的需要 而调整自己的战略 也好 对 所以我们觉得 你如果 所以你必须找到他的根基 就是根基是山西 一切就迎刃而戒 如果你以中国为思考对象 你就觉得他来来会摇摆 对 他当年入同盟会 那年轻人要改革 可是后来比较搞清楚状况之后 国民党跟同盟会 也不是同一个东西 像你说的 没错 所以最后就是 你看他当年在山西 整个的这个山西的治理 是被美国的时代杂志 当成标准的模范省 他是模范省 对 所以你会看到 就是盐气山所有的策略 就是基于地方 所以他在三个鸡蛋上跳舞 他的目的其实只是平衡 为了让山西可以保静安眠 不过这很辛苦 很辛苦 不容易 好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最后讲 盐气山的特色 就是地方主义的特色 从两岸国际 历史 文化与财经等角度 透视中国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 每周一到周五晚间 九点三十分到十点 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 如果你对《这样看中国》节目 有任何收听想法或意见 欢迎寄信到 台北市北安路55号 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 节目有两个信箱 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news.gmail.com 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与支持 请持续锁定 每周一到周五晚间 九点三十分到十点播出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 好 我们回来继续讲 阎西山的地方主义 阎西山的地方主义 我其实我引用了 刘仲敬的一段话来观察 因为刘仲敬在一本书当中 叫做《近代史的堕落》 然后《晚清北洋卷》 它里面分析很多人 其中有一篇文章 分析阎西山 然后他的对阎西山的评价 其实对我们 这个节目的定调 其实蛮有影响的 我基本上还蛮认同他的观点 他说禁军 就禁就是山西了 他说特点是团结能力很强 同乡观念很重 这个很清楚 就是地方主义 他说是一群缺乏野心和幻想的土鳖 他说这是因为 为什么是这样 他们因为山西人 有太多的小地主跟小市民性格 其实小市民跟小市民 就是那种看起来很平庸 可是日子过得很阴实 然后这个很稳定的往前发展 而不会很像明星一样 很靓丽的流星 突然就划过天空 然后就消失掉了 不是江浙上海 对 就有这种人很多 因为山西人的士大夫文化很薄弱 所以他说不像江浙跟湖南 都是明星太多 群众演员太少 所以就没有办法摆平那一步 因为大家每个人都当明星 台下都没有群众 就没有群众 可是山西人都当群众 对 然后明星也是很低调的 然后跟群众融为一体 这就是阎锡山跟山西的关系 我觉得刘仲敬这个说法非常对 他说阎锡山治理山西 他说他的内政其实他说不管好坏 他说其实是日本地方治理的翻版 就是说他在日本时候看到日本人怎么治理 就学来了 就学来了 对 他说他没有梁启超宋教人那种 一流人物的大才红论 侃侃而谈 他可能只能够循序渐进的实行 只要有足够长的时间实施 就能够造就模范生 其实是 我觉得不打仗 就不要大动乱的话 你就不用太高明的就乖乖的往大往前 你看我们现在做事情 只要认真做事情 其实都会有结果 你如果想到天花乱坠 就很好 东想一个西想一个 然后你其实什么都没有做成 想要买标股一次冲上去 就跌得很惨 你就是慢慢来 所以刘仲敬就说 他说模范省 他说不是聪明才智的体现 而是笨人勤勤恳恳的结果 也不知道 阎锡山听到会高兴还是不高兴 我觉得他说 知我者刘仲敬也 他说而且他很赞同的是 阎锡山就是说 他在治理这个山西 他说认为他的那个德性很高 为什么呢 他说山西这个治理是个例外 他说他的议会 就是因为山西的治理 我们不要以为是像省长独裁 不是 他是有议会的 因为整个民国 北洋政府时代 都是有议会治理的 他说议会跟都督府 都督府就是他掌控的政治 能够通力合作 透过地方自治跟居民教育 使文武双方可以合作 保证保守派跟激进派不生事故 然后议会跟都督府 能够和谐共济 这个是山西治理的特点 这很稀奇 对 我们今天看到很惊奇 所以山西才真的 大家就也就觉得 阎锡山你当这个老大 OK 这是因为阎锡山第一个 他也不是太嚣张的老大 他不专制 他不独裁 他在下面成立很多民团 军团青少年团 就是他其实是主张地方自治的 所以他当时在农村设村长 那个村长还有什么村议会 然后那个机构 就是你如果细看山西当成治理 其实真的是 我觉得那个整个地方自治的程度 不会输给现在的台湾 我会有这种感觉 但是我没有办法去做求是考证 只是跟大家提出一个想法 你们愿意考证可以看一看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他这种德性是非常重要的 那这因此那个刘仲敬 他就分析 他说其实他说 这样一种这个德性 他说他的才能是德性 德行的附属品 他的德行是土豪的德行 就是这种土豪 是刘仲敬的分析框架当中 非常在意的 就是地方的土豪 我为地方造福 我跟地方融为一体 我不为那种虚幻的 大一统的观念所蛊惑 然后所激荡 然后我为了一个梦想 为了一个人类共同体 为了一个革命 我不要这个东西 我只是老老实实的 把日子过好 然后跟我一起的人 一起把日子过好 就他是这样一个理念 所以我觉得这个 刘仲敬的总结就非常好 所以他说 那个阎西山的这种德性 是跟山西地方社会 一样特殊 而无法复制 但是他将来 他也没有办法 因为他的 整个中国的社会 就是被大一统的 这个思维卷钱了嘛 蒋介石要大一通 然后共产党也要大一通 所以他就自己 就是被卷住 这个漩涡当中 还有日本的力量 他最后不得已 不流落到台湾来 对不对 而且那一段 其实蛮有趣的 就是他是在蒋介石下野 然后李中仁 也带总统 而且反正就不干了 对 暂时不干 所以那时候 好像官位最高 而且唯一还稳定的 就是野起山 所以他只好变成 全国的行政院长 对他在台湾 当过一段行政院长的 是吧 我本来以为当了一段 后来发现当了 简直是一瞬间这样子 就他应该就是 李中仁也不管事了 然后严起山又当 然后他当行政院长 代理 等于是代理国家 但是后来蒋介石一复出之后 他马上就退出 退出 然后好像就在阳明山上 就开始隐居 对他盖了一个山西窑洞 对我觉得这个超聪明的 你看可见他没有政治野心 他即便到台湾以来 他也不觉得台湾是他 可以争取一个新的空间 他一直觉得我就是山西人 我现在已经离开山西了 而且我已经把山西的五百万人的 五百万人的这个墓地 带到了台北 我只能在台北 因为共产党不会帮我盖 对不对 我觉得他已经 我觉得他想的很清楚了 他们真的是没有激情 没有革命理想 可是就是认真做事的那个代言人 对 我觉得当然一个可能说没有实力吧 就到台湾之后 下面的军队不是他的 那可是要放得下 而且很快的这样放下 然后开始就 看起来好像读哲学 小时候读书读的不够 他读哲学写东西 然后把他重新再读一下 盐西山你看 如果写盐西山著作的书 至少有四五十种 非常多 可是大家都不流传 那刘仲敬是说 说盐西山的这个 他说他的才华是不够的 就是他不是以这个文学才华著称 但是他的真的 他真的贡献 就是他的所谓相智主义 地方主义的传统 那这个东西恰恰是在 刘仲敬的这个政治理想当中 他认为其实 如果假设说 我们讲说在这个东亚土地当中 有二十个盐西山 把每个省都治好 然后呢 然后在二十个省或三十个省 像美国一样组成一个联邦 这不就是很好的一个结构吗 这是刘仲敬的想法了 对 但是实际上只有一个盐西山 只有一个山西 那为什么只有山西 其他不行 这就是要从山西 我们之前讲过非常多的 从地理环境 对历史传统文化去找原因 这真是也很可惜 我最后再讲一个 就是盐西山的这个个人私德 他其实他一生只有一个太太 但是因为那个太太不能生育 因此呢 他一直到了三十好几岁之后呢 他们家族就说 不行 你必须 他太太也是说 你找一个小妾 然后就生孩子 那个年代应该是很合理 然后他后来就找一个小妾 就帮他生了三四个小孩 但是这个小妾呢 或者他的二夫人呢 他是称呼他的大夫人为姐姐 然后小孩子呢 全称那个人为妈 就是亲妈妈不称为妈妈 这个传统也是满洲传统 就是满猛都是 就是说如果你这个 新宫廷都是这样运作的 好 对我不展开讲 那么可是有一次在逃难当中 那几个小孩子 还是觉得那是他亲妈 这个人是现代观念 所以呢就是叫他亲妈 所以那个他的那个大夫人就很生气 从此之后呢 这个延细山分居 就不在一起生活 然后那个小夫人 就跟二夫人分居 跟延细山分居 他只在家族行李时 他才会去 你说那个大夫人 大夫人对 一直到台北之后呢 他也是如此 然后延细山一个人孤孤单单生活 在这个阳明山时候呢 他的大夫人生活在新店 然后最后延细山去世以后呢 他是把所有的财产的都留给大夫人 然后延细山的侍卫也是很凄苦的 就是说他也没留下什么东西 对好像看起来 他的侍卫就持续把他打扫 扫墓啊干嘛 所以延细山就是这样的 就是消失在整个 这个大一统的中国世当中 好像很不重要 可是这种人真的对于中国来说 非常重要 这是我觉得 我们今天把延细山 作为山系的收尾 是很不无遗憾的 是说山系这个土地的命运 传奇最后酿造了像延细山这样的人物 可是他也一个人 过苦伶仃的葬在阳明山上 有机会我们可以去他的墓地 去祭拜一番 好啊 好我们今天的讲座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